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愛家公投不是真的愛家 愛子之心人皆有之 但把自己的觀念 壓迫在孩子身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導達Samuel 歡迎來到Samuel的歷史小教室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介紹過的 中國四大同志典故 然而就在和愛帝的斷秀之前 一段純真的愛情故事 在歷史上幾乎要被埋沒了 你可能只知道 漢成帝劉奧有名的渣男馬上瘋而亡 但要是什麼原因造就了如此的他 而他的畢生最愛 又真的是趙飛燕姐妹嗎 年輕時的劉奧喜歡 效仿漢武帝下凡到民間遊玩 而他的身邊總是帶著 一位疏離的男孩 沒錯 他就是張放 每當路人問起 劉奧就會聲稱是張放的家人 是老公吧 後宮家裡三千都不抵一個張放 漢書上記載 雨上臥起寵愛輸絕 有地保不住 偏愛帶著張放 每天跑時尚都會長安 為顯恩寵 劉奧還把皇后的侄女許配給他 還四千千萬豪宅名車 連大婚的喜不宜仗 都是比照帝王之禮 當時稱天子許父皇后嫁女 這段真愛持續了好幾年 然而劉奧的老母也就是太后 歷史上赫赫有名經歷三代帝王的王政君 他母家的人都被他封了大官 然而這些大臣看著眼紅 就告到太后那邊去 太后聽了非常震怒 聯合朝臣對張放栽贓陷害 而張放一共遭貶了三次官 劉奧想盡辦法讓他回到長安 然而朝中都是他媽的人 身為皇帝在朝中卻無人幫襯 數個月才能見到張放一次 然而每次兩人離別 都哭得梨花待雨 後張放遭到太后幫罷免 劉奧只好刺錢五百萬 將張放遣送回他的封地 但在日後數不清的日子裡 他們的信件往來沒有停過 而這段愛情也被後來的良原地記錄下來 做宮殿名詩 曰 齊廷密張放 香車引董賢 定格天淵水 相思夜不眠 大家以後請記得 香車不是配美人 是配男人 以後遇到萌萌 見一次講一次 心裡極度扭曲的劉奧 後來遇到能做長中午的紙片人超模 趙飛燕 封為皇后 而其妹昭和德 則封為昭姨 趙飛燕姐妹與太后幫伯母 鎮和劉奧的心意 於是就任其在宮中作威作福 殘害皇嗣 光是鎮史上記載的就有兩筆 第一個是趙飛燕入宮後的嗜毒女官 曹公仁 自偉能 趙河德索勇成帝下趙 將曹公仁母子及婢女六人打入報室 並意圖在域內 將曹公仁母子謀殺 三天後成帝派人前來 詢問曹氏母子到底死了沒 當時的典獄長不忍殺之 以沒有皇嗣為由向皇上求情 劉奧不領情 便親自寫字條給曹氏 曹氏 曰 唯能努力因此藥 不可不入 辱字之之 白話文就是 竟然趕快把藥喝了死一死 否則下場怎樣你自己知道 之後嬰兒被成帝下趙帶走 從此消聲匿跡 第二個是在三溫暖上班的徐美人 成帝暗中助他安胎 皇子出生後趙趙已得知 便大怒對成帝說 你不是說只愛我們姐妹倆 那這野種是哪裡生的 於是就躁鬱症爆發 瘋狂的以頭撞住 還上眼摔角 從床上跳下來 以及絕食等行為 成帝不得已令人秘密取來了一個竹箱 並且叫所有人都出去 房裡只剩成帝與趙和德 過了一會兒成帝開門 命人將竹箱重新封好 偷偷送出去掩埋 而途中太監轉交給點獄長時說 切中有死兒 埋平處 物靈人之 最後成帝縱欲而亡 來不及與張棒決別 而張棒也私目哭泣而死 趙和德被天下人問罪自殺 而趙飛燕當了皇太后不久 便發生了王莽篡位 被廢為數人後自殺 成帝母親王政君 因寵性母家 致王莽篡位 使西漢滅亡 抑鬱而終 好 結論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 愛子之心 人皆有之 但把自己的觀念壓迫在孩子身上 嘗試控制 摧毀子女的獨立性 總有一天 她會忍受不住而報復 可能在父母身上 也可能轉嫁到下一代 終始家破人亡如同漢世 引用最近很火的一段話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不平常 怎麼回憶 你在做三小孩 你可以忍受到訪 那你不上司 我也是 你不要在訪